CAPCOM的名将是阶级房的经典过关游戏 四个人一起玩很热闹 情怀咱们不多说 老规矩在这儿聊的 一半以上你都不知道 不信就借着往下看吧 名将的英文原名是CAPTON COMMANDO 据说开发商在这儿埋了个梗 把CAPTON和COMANDO的前三个字母这么一凑 诶 正好就是自己的名字CAPCOM 怎么样 机智吧 作为CAPCOM的名作 名将也有自己的专属漫画 1995年出版 一共只出了两本 目前已经快绝版了 市面上很难见到 为名将的故事做了补完 比如有的人会注意到游戏里 经常会出现五角星这个符号 切换场景的时候很明显 角色的身上也有 通过漫画可以知道 星星代表了队员们的正义身份 很多朋友一臂通关 也没搞清楚名将的剧情 这实在太正常了 因为游戏压根没有剧情 上一关在大马路 下一关在博物馆 再下一关就跑到忍者屋了 BOSS被挨个推倒 连个串场词都没有 只有在结局和官方设定中 我们才能摸到一点背景介绍 说是在2026年呀 人类的科技已经相当发达 什么基因改造 外星移民都是小儿科 但高科技犯罪也越来越猖獗 什么叫高科技犯罪 就是有个叫Skammelside的科学家把自己改造成了一个背后插管子的超能力巨人 这管子是用来提升战斗力的 你仔细回想一下应该能注意到游戏中有很多杂兵都插着管子 比如小绿人 小子人 小蓝人 还有这几个BOSS 都是改造人 剩下的流氓美女什么的 都是没有经过改造的普通人 Skammelside纠集了这么一帮杂牌军 在木卫寺盖了个基地 气势汹汹说要征服世界 地条人心想 反正这是一游戏故事邪不压正 召唤出个救世主出来不就行了吗 这主角还真就莫名其妙的蹦出来了 官方交代的很含糊 大概是说有一个自称Campan Commando的神秘美国人 就是咱们平时叫警察老二队长的这位 找了三个哥们 跟反派一言不合就开打 四人都有专属装备 应对了名将当时的一个特色 游戏中的敌人受到不同的致命攻击 有不同的司法 被警察那对尚未手甲喷出的火撩死会变成灰 让强化的人褶刀砍死 也就一刀两断了 很多人比较纳闷 为什么被兜克捅死的敌人跟被浇了硫酸似的腐蚀掉 那是因为在官方设定中 这对小刀叫遗传基因快刀 特色就是腐蚀几乎所有的一只物体 这些高科技装备背后的发明者就是出场率不高的老四娃娃 英文名babyhead 直一过来是婴儿头 挺惊悚的哈 娃娃的设定是个两岁的天才婴儿 智商爆表 开着自己发明的机械座架 马力大 拳头狠 膝盖还藏着导弹 小时候玩名将看不清 还以为是机械人上插个婴儿脑袋控制 长大了才能明白人家娃娃是手里捏着两个驾驶杆 名将的四个角色造型各异 可以说深入人心 虽然只出了一款游戏 但拥有名将角色的游戏可不止一款 四人到处客串 留下潇洒的身姿 在1996年的格斗游戏 漫画英雄队卡普空 有四人的招牌大招 而在Namco X Capcom中 主角这神秘造型 是不是能让你想起什么酷炫狂窄吊炸天的 可见当年咱们的主角就是往实力派偶像方向打造的 但是和Cupcom那时很多的街机游戏一样 主角的出场率被配角完全盖锅 受欢迎程度不如刀客 因为手没有人家长 判定不较弱 恐龙快打的黄帽可以开拳封住一面 小短手警察要是也敢这么玩 我爹 我爹 我砍 被人各种欺负 身为主角也就只能玩玩喷火了 游戏里跑跑跳拳 瘦一排实在是太爽了 虽然说伤害有点低 但是你愿意玩它 不就图这个爽劲吗 大家都爱用刀客 手长腿长 也有交木乃伊 僵尸的 人家的大名叫Max the knife 来源于上个世纪初 犹太音乐家库尔特威尔的同名作品 中文名 《暗刀麦奇之谋杀叙事曲》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搜搜歌词 必个一点不输主角 其实他不是什么丧尸 而是个外星人 身上的绷带是维持生命用的 相当于宇航服 穿的鞋也被娃娃改造过 能够帮他适应重力环境 瘦削的身材 紫色的皮肤 让他被赋予了一种神秘暗杀者的气质 保命技也很有死亡巴雷的感觉 忍者老三有个很有个性的名字 翔 我猜他的放屁技能跟这个名字有很大关系 作为游戏中不太让人待见的慢拳角色 翔老师的背景还挺深 是武神流忍术的继承人 什么 没听过武神流 在《快打旋风》中 红人盖的设定也是武神流 顺带提一句 名将的场景设定在一个叫Metra的城市 快打旋风的故事也是在Metra发生的 只不过相隔了36年 至于名将的过关难度 有人说难也有人说简单 这是因为游戏虽然难 但套路明显 战斗的难度高低 就看你知不知道套路了 俗话说的好 玩家会摆拳 谁也挡不住 名将和快打旋风一样 属于CAPCOM早期的阶级游戏 难免有些射击漏洞被玩家利用 其中流程最广的就是摆拳 有些地方也叫翻拳左右拳 用摇杆打后再打前的方式 就能反复重复连续记前段 无险练死对手 其他的漏洞还有很多 很多高难度的BOSS CAPCOM似乎只考虑了单人游戏的情况 一旦玩家有好机友配合 就能用一些双人套路打法 来不费吹灰之力干掉BOSS 比如第二关和第五关的左右开弓打乒乓 第四关的一人抓住一人奏 最后一关更是可以两人对人 将BOSS玩弄于鼓掌之中 这最终BOSS当得够窝囊的 在结局中地球领导人正发表讲话 说罪犯已经被连窝端了 屏幕上突然冒出个大脑袋 说没错就是被我们干掉的 领导人心说你是哪根葱啊 我们的主角用浑厚的电子音淡定道 CAPTON COMMANDO 这B撞呢我给10分